我们始终不伴高声,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5月23日,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 郭文贵先生爆料革命取得重大成果 快讯,郭文贵先生刚刚宣布,爆料革命取得重大成果 全世界自动反倒国贼灭共美国国务院宣布对13个中国企业或个人实施制裁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美东时间5月22日 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与防扩散局宣布对13个中国企业及个人实施制裁 其中包括有详科技,这将造成科技等10家企业以及三名个人 声明要求任何美国政府部门不得向这些企业或个人采购任何服务 产品,技术,不得与这些人员订立任何服务 产品,技术采购合同,不得向这些企业与人员提供任何协助 暂停授予这些人员现有的所有许可 美国国务院5月22日在联邦记事上正式公布了对多国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的声明 其中包括13个中国实体及个人 一个伊朗实体 三个俄罗斯实体 五个叙利亚实体 上述实体与个人被指违反伊朗 朝鲜和叙利亚防扩散法案 向伊朗、叙利亚、朝鲜转移军品管控清单上的物品 技术或服务 或从伊朗、叙利亚、朝鲜采购军品管控清单上的物品 技术或服务 其中13个中国实体及个人及其任何继承人 分支机构 此公司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纳入华为的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主要侧重两用物项管制 在美国出口管制体系中 美国国务院主要负责军品管制 反而 查阅公开资料 上述多家公司都是从事民用技术与产品开发与贸易的公司 比如六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具备设计开发 生产制造与业务营销能力的专业多媒体供货商 主要生产压电陶瓷扬声器等产品 香酥天原金属粉末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金属粉末 粉浆加工等 公司主打产品是球形铝粉 武汉三江进出口有限公司是中国三江航天集团旗下唯一的专业外贸公司 其经营范围包括专用汽车 汽车零配件 重型运输设备 矿用设备 牛田钻修设备 饲料成套设备 压力容器等 针对上述企业与个人 美国的制裁措施包括 除非美国国务院另行决定 任何美国政府部门不得向上述外国人员采购任何服务 产品 技术或与这些人员定立任何服务 产品 技术采购合同 除非美国国务院另行决定 任何美国政府部门不得向这些人员提供任何协助 这些人员也不能参与由美国政府提供协助的任何活动 任何美国政府不得向这些人员销售任何军品清单上的物品 并终止向这些人员销售任何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管控的国防物品 国防服务或设计和施工服务 不得就任何受EAA或EAR管控物品的出口 向这些人员颁布新的个别许可 并暂停授予这些人员现有的任何许可 美国国务院通知联邦记事报称 上述制裁已于5月14日生效 如果不延长 将在两年内到期 他们将阻止任何美国公司或政府机构与受制裁的实体开展业务 据悉 美国于2000年首次实施并于2006年更新伊朗 朝鲜和叙利亚防扩散法案 IMKSNA禁止将受国际军控协议限制的货物 服务和技术转让给伊朗 朝鲜和叙利亚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七点 晚上七点半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若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拜托您订阅点赞转发或者打赏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支持我们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纪市家赞助播出 订餐电话510-465-1888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